明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今天上午的指数确实冲击了3300点 在冲击过之后呢 他有两次正常的回踩 分时线级别 我们看到他出现了二浪下跌 在这个位置呢 又震荡向上 那么他今天上午其实就相当于一次区间震荡 就在3300点这个位置上下磨盘 这也相当于夯实基础 如果说指数在8月1号之后 他要大涨的话 他就需要在这个位置更稳固 筹码更集中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可能会维持这种震荡 然后我们看指数在这个位置 他总体来说 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 因为昨天属于大涨 今天的夯实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在这个位置 我们讲的这个夯实基础 刚刚讲的这个 然后呢 今天大部分个股表现也不错 然后成交量方面呢 比昨天稍微有所放大 然后我们看指数日线级别的走势 日线级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还是受到上方这个20日线的压力 因为他20日线是这样震荡向上的 前面是3300点 昨天 那么今天呢 向上走了一点点 那么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也会对他造成压制 在这个位置最好还是放量 考虑到今天 总体来说量能不错 我们看今天有没有希望把这个20日线拿下 然后拿下了之后呢 后面大概率还会在这个位置反反复复 然后等到这个三条均线全部向上的时候 沿着这三条均线走啊可能还是以这种比较慢的这种节奏为主 因为我们看这种四到六月份 他这种大阳线出现之后啊 他经常会出现这种十字星 包括震荡啊震荡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 总的来说趋势向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涨跌护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三十分钟级别走势 三十分钟级别走势呢 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KTG的话掉头向下 然后总的来说他还有还是在八十这个位置 MSD指标呢 我们主要看六十分钟级别 我们前面讲到了六十分钟呢 短期的话依然是在多头区域 然后我们日线级别的话 后面也要看 因为六十分钟级别 他现在已经到达二十这个偏力值 然后我们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的话 后面就看这个拦住 能不能持续减少就像这一块一样的 这种拦住减少的话相当于跟红柱增加 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 当然上方也会有压制 但是总的趋势的话 这一块拦住如果能够逐渐减少 红柱逐渐出来的话 这个趋势还是在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指数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震荡更多的机会啊 可能还是在板块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 今天涨幅期前呢 主要是旅游 旅游的话 他主要是权重涨的多 平均涨幅的话 并不是非常大 第一名的话 其实当属医药 第二呢是基建啊 主要就是大医药 大基建 以及大农业 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 像周期股啊 化工啊等等 这些表现不错 那半导井呢 昨天涨的比较多 今天呢 需要在这个位置消化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包括证券 等到他们用时间啊 换空间消化完成之后了 我们看能不能继续在引导大盘向上 啊像3350点啊进发 现在的话指数他总的趋势是50点啊 一跳 那么看后面这个上方压力能不能突破 接着我们看今天表现比较弱的就是船舶和航空 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军工板块嘛 一般在八月一号之后 他没有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件的话 他呃比较难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早盘的时候是冲高 冲高之后再回落 所以呢 上方会有一些套牢盘 接着呢 保险的话 他我们前面讲到了 他的延续性是有待考证的 有色板块的话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啊 有色板块 他今天啊出现的是一个呃 平开高开之后的调整 调整的总体来说啊 我们看受证价格因素 包括美元指数的影响 他后面应该还会啊 这种反复 因为他总的位置的话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这种作为中长期的品种的话 他只要大的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都都还不错 然后接着其他的像一些 包括银行啊 这些 今天啊 这个基建板块上涨 但是他美中不足的就是银行没有动 如果说基建和银行一起动的话 可能基建能够走得更好一点 也能走得更长一点 然后煤炭板块呢 今天啊 早盘的时候也出现了冲高 冲高之后回落 那么看后面指数走稳了之后 他会不会也是维持这种轮动 今天整个板块轮动的节奏 也是非常快的 他和前天的走势非常像 我们知道前天是跳空高开十字星 那么他这种板块轮动节奏非常快 今天的话也属于昨天大涨 那么今天的话也有这种震荡啊 特别是板块轮动加速的这种需求 相当于就是主力调仓 这个我们根据课程把握节奏就行了啊 总的来说 大盘呢 在这个位置啊 预计还是要夯实基础上上下下 然后维持在3300点上下这样波动 然后呢 大概率变盘方向还是在明天啊 以上呢 就是今天大盘 我是盘水男友 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 粉丝朋友的话 也就是